平均輪候時間是5.6年 政府推出簡約公屋計劃 建築時間短一點 租金又大幅比劏房便宜 市民反應是怎樣 很好的 可以快上樓也好 等人家在等用 如果能夠減低這些方面的支出 其他方面的支出 便相對可以用多一點 那你的人快點上樓 起碼可以先住 住了劏房八年的例子 亦排了七年公屋 現在終於看到上樓的曙光 現在我們的劏房是4000元 110尺 多少個人住 兩個人 現在劏房的環境有多差 差到不選開窗 開窗有老鼠、蟑螂 我住在這裡沒開窗 不選開冷氣機,又開風扇 開了兩個小時 立即濕走開風扇 排了七年多 現在有政府的簡約公屋 我有沒有聽過 有…我只想去 如果輪到我,我一定要去 第一時間我都去 聽很多,幫到我很多 幫到我一半都不知道 據了解,簡約公屋的選址 有新界都會由市區 首批公佈的四個選址 兩個在屯門 一個在上水,一個在元朗 這個空地就是其中一塊 將會興建簡約公屋的屯門地皮 它都是四個選址之中最小的 只有0.8公頃而已 但是它交通方便 去輕鐵站只需要一分鐘 出旺港只需要一小時 另一幅選址是上水連塘尾 粉錦公路的這幅三公頃土地 它輪近粉嶺高爾夫球會 來上水港鐵站 大概10分鐘車程 除了這兩個地方 還有兩幅地皮 分別位於屯門欣布路第54區 和元朗游泊路更感受花園 雖然位於新界區 但當局說會安排 例如接駁專車的交通配套 有劏房戶畫很有興趣 我是肯定去的 我以前住過元朗 40呎到3,700 水電費政府不會收多 很多,省得很多 簡約公屋有齊獨立廁所 冷氣和熱水爐 租金大約是同區新落成 傳統公屋租金的九成 大約570元至2650元 特首已將傳統公屋 平均輪候時間封頂 而入住簡約公屋居民 需要輪候三年 估計大多數居民 在簡約公屋住了兩三年 就可以獲偏配傳統公屋